誰找我拍這部電影 其實是老闆想找我拍這部電影 因為這部電影想找一些演員 演員可以在電影中演戲 他們希望這部電影除了演戲方面 有另外一些行動 把兩樣東西加在一起 就會變成一個很好看的電影 所以他找我的時候 他說我們需要一些演技好的演員 這些演員可以在電影中 可以把全部的紋起 打的部份就留給他們 我希望在電影中打 其實他也希望我在電影中打兩場戲 結果最後的劇本就修改了 我就不用打了 我之前拍過很多電影 電影有杜月峰、林寧東 又有吳宇森 今次的導演就是葉維迅 我以前和葉維迅都拍過一部電影 叫梁三伯 就是一個黑社會的電影 其實他以前的電影我都看過很多 他是一個挺有新思維的導演 挺注重一些文氣的導演 所謂的文氣就是在一些電影上面 是用文氣去帶著一些人的性格上去拍的電影 所以其實是對的 始終我們拍電影 一部電影始終都是以文氣為主 文氣為主就是說人的性格 在一個戲裡面的drama 帶著一路走 那些觀眾看到裡面的演員演戲的時候 他們無形中很快就跟進去 如果你說行動的話 其實很快就打完 也很快的人會忘記 但是文氣其實是任何一個電影都是 一個主流必須的主流開場版 其實我這個角色是 這個差人的角色有一些是有些白 其實是挺難做的 因為其實我的角色是介乎一個黑白 所謂黑白就是 其實做警察或者做黑社會 其實做任何一個行業 其實都有介乎一些黑和白之間 介乎一個最大的利益就是什麼呢 就是錢 這個警察裡面其實 他對錢是重要的 但是他對愛情 對友情更加重要 所以其實 觀點以外的角度 就是看這個angle 是怎樣 point of view 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 他在這部戲裡面 不是說因為錢去做一些事情 是因為他欠人一些事情 是欠人情 導致到他要做任何事情 我覺得這樣一個角度 去演這個戲的角色 總比說我是貪錢 或者是一些介乎黑白的事情 所以其實這部戲是挺難做的 因為你做多了又不行 你做少了又不行 所以在這個揣摩的角色上面 其實是很考這個演員的經驗去發揮 你打到我反白痴 為什麼你這樣做 因為你知道我害死很多人 都說所有警察都保你 說警察其實很有趣 因為我哥哥現在是警察 但是基本上我們大家的職業不同 大家分得很開 其實不會有任何聯絡 關於電影上面的事情 我找所有的資料 基本上我都是在所有報紙上面 在很多書裡面 還有我看很多中國大陸 或者很多美國的一些影片 看一些刑事的事情 其實在影片裡面 或者在書裡面 是得到很多一些訊息給我 其實洪金寶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我經常都說 洪金寶是大家看他二百多磅 但是二百多磅他還打得這麼好 其實是一個挺難得的一個演員 再加上他這次除了打之外 他有些民氣 民氣主要跟我去做 那個導演安排就是 希望他有改變形象 希望除了打之外 他也有民氣 那些民氣主要是找一個任答話 跟他做一些民氣 結果出來 其實那個效果 是比其他任何一個電影是好的 雖然第一次和洪金寶拍一個電影 但是我也覺得 和他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火花很好 其實應該是我和洪金寶是再拍一個電影 一個電影就是兩個人做警察 或者兩個人做黑社會 一個很肥的 一個很瘦的 一個很風格的 另外一個就是很狂的 兩個人應該是可以再重新去包裝 或者是重新寫一個劇本 重新去拍一個電影 我想除了行動之外 我們要拍一些打 又要拍一些物氣 又要拍一些愛情 其實我想對一些觀眾來說 挺新鮮的 我其實就沒有教他任何東西 我想他自己都其實什麼都懂 他除了打之外 其實他也是很聽導演 導演我想其實這次的電影 大功勞應該是導演 因為導演給了很多時間 給人子彈在戲裡面 讓他發揮得好些 還有我們和他對白的時候 因為很多演員 通常都很坦白講 很多演員做完戲之後 他就走了 對著拳頭做戲 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年輕的時候 就永遠對著拳頭做戲 換言之 和你對完之後 他就走開了 但這個戲 我們浪費了很多時間 坐在這裡和他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對完戲之後再拍 基本上是 這些才是一個演員 應該有的職業道德 我們都是做回職業的部分 我想這部戲 恩斯丹做得這麼好 其實應該第一個 要多謝他 是誰呢 應該是多謝導演 其實我從小到大 都做很多運動 有什麼運動我都做的 但也有時候有些 有些技術的事情 自己又會找一些老師去練一下 基本上 我是一個挺 active的演員 除了拍戲之外 基本上我都是很重要的運動 所以如果 如果一個打來講 對我來說 其實不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都挺簡單 對我來說其實挺簡單 這場戲其實我都跟導演講了 因為他最初大哥都不接手這個 這個概念是我的 我說一個人你別人一個人愛 其實是要給他一個公仔 才令到這個人物更加 令到這個人物才更加有立體性 所以我跟大家在那裡談完之後 結果我們等了兩個小時 我們去買那個Pandafone 就讓大哥給洪金寶 拿著進醫院 拿給老婆 然後我們去抓她 才可以表現到一件事 就是任何一個人 其實愛是重要的在一起 所以我喜歡這場 多於那場噹噹噹噹噹噹 變了很多人 變了很多人 其實我們看美國戲 很多人 不一定要你們覺得 哇一千人 一千人哪裏救我們美國 有時候你看荷里活 拍到可能一萬人或者二萬人 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是最特別的一場戲 反而我最特別的一場戲 就是在醫院那裡 洪金寶拿著一個Pandafone進來 我看到他這個人 他人物你怎麼看 又這麼兇 又這麼衰 但他都有柔情的一面 他都有柔情的一面 拉他好 因為不拉他好 但結果就是我告訴自己 無論是怎樣也好 都要拉你 這個是我的責任 要拉你 其實我指著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任何一件職業 其實你都要愛上了這個職業 你才能夠在每一個職業裏面做好 我曾經說過 在戲裏面曾經說過 警察真的不怕死 是對的 死對一個警察來說不重要 好像一個軍人那樣 死對他們來說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麼 上面給我那個 是在做什麼 我覺得This is a order 才是一個主題 才是一個Theme 其實薩波浪其實是在我們中國 一些星象來講 是代表三顆星 三顆星是 每一顆星 其實是代表一個形象 那個形象是代表你的人性格是怎樣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找回一些風水的書 或者找回一些以前黃帝的書 其實我們在一些風水的學來講 或者是在一些看上 上士的學來講 其實這三顆星 其實是代表每一個人的性格 其實有一種東西 就是性格可以代表一個人的決定 他的命運 決定他的生死 令到他完全沒有 還有我以前拍的戲 主要是因為那些角色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 是有些人的 我們所謂80年代的戲 其實就是 你說誇張也好 你說把所有表情擺在臉上也好 其實這件事就是 剛剛當時的文化是這樣 還有當時我真的演 你知道我大部份都是黑社會 或者是一些差異 當時很多角色其實是這樣的 我只不過是把他的角色 放在戲裡面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不是誇張 基本上是一些叫做 我太像那個人 演得太像那個人 而且那些人 是真的有那個人的存在 其實各種東西都是一樣的 任何一種東西都是一樣的 其實一個警察 或者是一個黑社會的人民 當然我以前也演了很多 但是唯一有一樣東西不同 就是因為一個時代不同 一個世界不同 大家去爭的東西也是不同 所以其實演戲的方法 其實也有不同 以前80年代很喜歡 大家就拿些白粉 拿些錢就擺在台頭 大家就爭 但是現在爭的是什麼 是石油 你爭到石油 石油不能放在桌上 大家不能在上面爭 大家只不過是在undertable 去爭一件事 所以你那個演戲的方式又不同 以前大家爭的時候 大家都要在一些很惡劣的環境 去令對方害怕了你 所以那時候那個面部表情 或者其他演技的方法 是要挺兇猛的去做 那個是cash在這麽大膽 那現在是什麽呢 石油 你說石油它不可以是這樣的 石油是undertable去做 undertable又介乎很多不同的角色 所以在undertable的時候 他爭一些石油的時候 換言之 你這個演戲的方式 那個方法 是又是要undertable 是要subtle些 這樣才令對方 在不知不覺地 其實你就拿了一些石油回來 你就殺了它 你打得很反白癡 為什麼你這樣做 因為你知道他害死很多人 他該死 美國人要接受這個戲 我想美國人 因為他自己都本身 很多 幾爆炸 幾爆炸 反正他其實對於sport 美國人很喜歡sport 很喜歡sport 亦都對一些 中國的master of art 有一個很大的好奇 所以這戲我想 吸引一些美國的朋友 就是他除了打好看之外 其實他的drama更加好看 這個drama更加好看 所以令到打 在結尾的時候 就變得更有爆炸 我想我們從以前 A Mission Impossible 或者以前Full Contact 或者是以前 吳宇森的電影 大家都知道 因為在一個紋氣裏面 都有加了很多action 如果真是全action的話 我想他們不會這麼喜歡看 但這戲我想 美國朋友喜歡看的 因為這戲很drama drama行先 再加上一些打 可以cubin到美國的朋友 我想他們一定會喜歡的 其實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特別之處 其實因為我們拍的時間也很長 我們都拍了9個月 後期也做了9個月 其實基本上 那個製作是很嚴謹的 大家都那個組合 其實令到我們大家很開心 因為有洪金寶也在 跟導演 他集合了一些東方的文化 又集合了一些外國的文化 又集合了一些打 又集合了一些文氣 其實是一個很豐滿的一部電影 所以我想這部電影 美國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 或者是歐洲的朋友 或者是非洲的朋友 他一定會看了這部電影之後 我覺得很刺激 還有很有心思